阿姨,你出来一下,给你说点事 阿姨,今天给你们送来的这十个采采的阿姨够不够啊? 够了,强坑你给我们找了几个阿姨,不然今天有个得不回来 是啊,张哥,多亏了你给我们找了这么多阿姨过来 不然爸妈又该操心,茶也摘不完了 没事,能给你们帮上忙就好 小张,那是你找那么多工人来,工资怎么算呢? 工资的话,阿姨和小人你们就不要管了 到时候下面茶厂委托过来的,工资由他们统一结算 真的吗张哥,你可别骗我们啊? 真的,真的,肯定真的嘛 那个钱你不要给啊,我们给他开工是应该的 不会的,没事,你们不要多想啊,这茶厂委托过来的 你的骨的外头长到老的外头大一下大五千,我给你做好吃的 阿姨,那个饭我这回还不吃了,我这回还带小月去茶厂去一下 有些事情别人还给小月交代一下 我把好吃给你做车,你两个在一起 没事,没事,阿姨,我和小月先去,去了待会回来再吃 好,走吧小月 小月总,今天就你一个人在忙啊 对,工资这边吃饭去了 来,小月我给你带过来了 你好,就是张哥今天带我过来,就是想问一下那个鲜叶的菜摘标准是什么样子 我们这星期收购标准,就刚开园的时候,一牙一验吧,出展间 有胎毛和马蹄都不要 就是小月,摘的时候这些细节一定要回去要给采摘的那个阿姨她们说一下 嗯,你免出错 对了,给你委派的事的默认间到了吧 到了 那个工资我给你 哎,哎,小月总 你让小月先看一下这个茶叶的标准,学习一下 你过来,我有点话先跟你说 行行行 小月,那你先看一下,好吧 我先过去给小月总说点事 嗯,好 对了,张总,你应该跟我说啥呢 嗯,就是那个工资的事情 上次咱俩不是说好了吗 嗯 十个茶供,有两个工资是你们工厂承担 还有八个需要农户自己承担,对吧 那剩下的八个,到时候我把工资钱给你 你就让 付给他 对,你付给工人,就不要给他们说了 行,好吧 嗯,行,那就一定保密 好 对,张总,就是小月他们家鲜叶量大吗 嗯,好像还挺多的 是这样,因为我们每天自己茶园有一量也挺大的 我怕后期销售那个困难 嗯,这个你不用担心 上次我跟你说过,我也是做茶叶的 到时候我的团队会全力接受这个事情 到时候回头我给你做一笔定金 就是小月家的鲜叶子做成的干茶 你给我分类放在那里,到时候我来进行销售 是,好吧 嗯,我到时候把钱赚给你 嗯,嗯,因为我现在做企业也不容易 所以我大学毕业,我就回来帮你给家里帮忙,父母年纪也大了 这个能理解,没事,加油干 嗯,今年咱们合作得好的话 哪一年咱们可以继续合作 因为我的团队,我的专业 就是进行销售茶叶的,好吧 嗯,感谢你得,啊,没事之味 嗯,没事,好 小月,我跟你érie奶吧,我跟你说个事 尖柔润,嗯,还有就是听咱们说,你从工厂辺远来的 每天签业才能出 我就派司机去取货 好好好 那就跟我们的三度 但是一定要保证每天签业质量 好 可以 张总就这样 好 感谢袁总 咱们合作愉快 争取以后 有多方面的合作 把这个事情做到此强 好好好 那感谢了 那我就先送小圆回去了 好 今天外面也有点下雨 拜拜 好 走吧小圆